大家好,欢迎回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有请新老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多订阅、多支持 这几天中国的央围就在全力的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的对外宣传 西方一般称之为大外宣了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 对习近平语录的对外的宣传 得到了海外媒体 包括主流英文媒体的积极响应 一共是一千多家外媒转载转发 习近平的语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受欢迎 恐怕一般的地球人还真的不清楚 央媒在这个中间到底是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 是不是搞一些低级红呢 当然现在宏观的背景是比较的清楚了 美国方面已经放出话 每年要用三亿美元来传递 关于中国的所谓的负面消息 所以现在中国应对起来 也是理直气壮了 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的话来说 就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和最大发展中国家 应该也值得在国际舆论格局 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央媒最新推出的 对外宣传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评与惊人国际版的第一集了 请注意这还只是第一集 第一季就有九集 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 它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 中国国际电视台 也就是CGTN一手来策划和制作的 他是以习近平的九个原声讲话为轴 然后透过主持人和西方的外籍嘉宾对话这样的形式 来阐释中国文化 中国典故和所谓的中国智慧 评与惊人国际版目前是第一季第一集 那第二季第三季多久推出 一共又会拍多少季呢 目前是不清楚 因为最后能走多远还是要看效果 效果怎么样呢 央媒很快就给出了一个 看上去是成果汇报的新闻稿件 就是说这个节目在CGTN新媒体平台首发之后 5月初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 单调视频经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多与种多平台发布之后 就获得了超过1085家海外媒体的转载转发 一共触达的海外受众是高达6.9亿人次 差不多是7亿了 我就特别注意到 央媒在这个通稿中就特别提到了 第一个就是美联社用了他们的稿件 第二个就是雅虎财经用了他们的稿件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来自央媒的一个成果阶段性汇总的文章之中 可以看到美联社确实是发了评语近人的稿件 但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稿件的左边相关主题就可以看到PR Newswell的字样 PR Newswell中文名就是美通社了 最简短的一个说法 美通社它存在的要义就是为企业为组织甚至是为国家的政府提供一个做公关的平台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消息 而且这个平台非常强大 它可以把相关的消息发到知名的媒体上 只要你把钱给够 再稍微做一下搜索 在美联社的这样的一篇文章之中 在红框部分我把它标出来了 您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这是付费内容来自于美通社 同样的雅虎财经也用了评语近人第一季第一集的文章 这个内容很清楚 但是左上方也可以看到有一个Seerum的logo Seerum公司是全球非常知名的媒体信息公司 为企业为组织为政府部门提供公关的服务 收费的服务也是他的重要职能之一 而且他还是前面提到的美通社的母公司 透过样媒发布的稿件的一些截屏截图 可以看到还有不少文章能够在海外落地 其实是透过Seerum 透过美通社的一个付费合作来完成的 当然一千多篇这么浩浩荡荡的一个海量的操作 多少是透过付费 透过广告来完成的 不清楚 当事人是最清楚的 但是在整篇的文章中 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汇报 完全就没有提到是投广告 或者是付费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所以也难怪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 这里头是不是有点迪姬红 在胡弄习近平中国的一尊 客观来说 一个国家拿了纳税人的真金白银去投广告 从国际范围内来看 其实也是稀松平常的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 日本在福岛的核废水排放期间 就在路透社等一些主流的媒体和通讯社上 投了大量的国家的广告 用来解释说明 同时也是来展示一个国家负责任的姿态 回到中国方面 过往因为投放广告 备受批评 主要的一个原因 用美国之音过往的一个报道来说 就是本来是付费的广告 但是在写法上 在刊印的形式上 在包装上 看上去又像新闻 而且最核心的 其中的内容 重在宣传 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 美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所以在一些西方批评人士看来 他们对这个非常的有顾虑 也非常的不满 回到平与静人这一次的对外宣传之上 在国内现在央媒的报道中 确实是没有看到广告付费这样的字眼 比较重要的就是强调了消息 平与静人的文章得到了转载转发 在国外因为很多西人也好 华人也好 看新闻可能都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不少人也就忽略了西人美通社 这样的字眼 这样的logo 也就误以为它是新闻 华春莹 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最近就反复强调了 媒体领域世界范围内 不应该只有CNN和BBC 各国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新华社领先的一些中国的央媒 就应该在海外来发声 在这里姑且就先不谈所谓的对等原则 仅仅就是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就是你透过广告来发声 你透过付费的内容来传递消息 而且是遮遮掩掩 邮报琵琶半遮面 难道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吗 难道用广告就能够去赶超CNN和BBC的国际影响力吗 恐怕理想和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接下去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教育的最新的动态 就是中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条例 刚刚做了修订 9月1日正式实施 现在有媒体的概括 就是说最根本的变化 以后中国的民办教育也要兴党了 这样的概括听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快速的梳理一下 第一点什么是民办教育 其实就是私立教育民间的组织的企业的资金 来补充中国政府公共投入不足 那么新建的一些学校 第二点从样式上来说 它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 既有学历教育也有非学历教育 前面提到了 现在有媒体就认为 这一次的法律的修订之后 就正式把中国的民办教育也要兴党 在法律上把它做了一个保障 或者说是巩固 因为根据第一条就规定了 民办学校要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要参与学校重大的决策 并来实施监督 那么在中国根据党章的规定 只要有三个人就要成立中共党的基层组织 那如果有些学校规模比较小 没有三个人怎么办呢 现在根据法律的规定 看上去是要招党员的老师或者是管理人员进来 所以呢 这个也面临和资方的一个博弈 这一次的教育方面的法律的调整 到底是针对民办教育中的哪一个板块的呢 目前来看 最大的可能还是在针对中国的课外辅导机构 课外辅导其实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比如说韩国 日本 台湾其实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在中国它的发展呢 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一个程度 学生和家长是疲于奔命 那么一些老师呢 也在课外搞辅导班 其实呢 对他的主业 对他的教学是有影响的 而当然更多的更宏大的一些资本 纷纷把课外辅导作为一个热地 所谓的一个投资敛财的风口 加剧了课外辅导在中国的一个快速的扩张和发展 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中国方面要对课外辅导进行一个打压 除了保护睡眠不足的学生之外 据说在六月份就要面试的一个新的规定 也被中国当局作为了一个提高生育率的措施 因为孩子们不用去培训机构了 家长们的经济上的压力 精神上的压力都会减小 可以全身贯注的来生孩子 如果说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党委基层党组织进到培训机构 可以说就是在保驾护航 这一次的法律的调整 也有可能是针对中国的贵族学校 所谓的贵族学校 那主要是中国的有钱人 他们的子女就读的学校了 其实从财力上来讲 他们当然是有能力让孩子出国去留学的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因为中国和不少国家外交关系 并不那么明朗的原因 当然有一些考虑到孩子比较小 不愿意孩子去到国外 所以在中国的后疫情时代 中国的贵族教育 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和发展的空间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方面或者说中共方面 来做一些强调和把控 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贵族学校也要兴党 不知道这些学生 这些子弟的家长们 中国的妇人们做何感想 当然中国的富人有钱人 永远是了解中国这些群体中最通达的一分子 最后我们来看看张展 在5月16日 他又获得了一个奖项 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就宣布 把2020年年度的灵昭自由奖 颁给张展 这位因为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初期 他做了相关报道 履行了一个公民记者职责的女士 关于张展 关于方斌 此前我在节目中都有报道 作为海外自媒体中比较早 也是比较持续关注武汉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一个自媒体 真的要对张展女士 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关于海外的自媒体 其实不得不说 为了流量 很多人已经失去了 说真话的能力 说真话的勇气 说真话的欲望 所以像张展这样 在国内他敢于去坚持 敢于去发声 敢于铁尖单道义 妙笔注文章 真的是让我们这样的一些 所谓的自媒体人士呢 自叹俘如 特别是与我个人 目前非常小微的一个自媒体了 还是再做一些坚守和努力吧 祝福张展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采访到张展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洋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乐歌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和转发 特别的如果您有余力 还是欢迎朋友们对我来进行打赏 或者是会员的支持 谢谢朋友们 让我们下期见